希望我的歌声能够成为你们的避难所 谢谢 周深今年参加了33台晚会 综艺offer也开播《老模本模》 不知不觉2021年已经进入了11月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和2021说再见了 在这飞快过去的一年当中 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尤其是娱乐圈的各种大瓜 让网友们吃到眼花缭乱 在剩下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大瓜充业绩 不过娱乐圈除了乌烟瘴气的 这些负面大瓜出现之外 其他明星都在按部就班地 做着自己的工作 很多人兢兢业业地 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更有多少人连轴转 堪称娱乐圈的老模典范 这其中就包括周深 周深作为一位天籁歌手 开拳麦丝毫不拒 就连唱带跳也能完全消化 开拳麦都听不出太大的瑕疵 让一众不敢开拳麦的唱跳 爱豆都喊言 而周深唱功又好 人又有趣 许多节目和晚会都喜欢邀请加盟 有他在 也保证了晚会的质量 不统计不知道 一统计吓一跳 算上即将到来的双十一晚会 2021周深已经参加了33台晚会了 这样算下来几乎平均每个月就能参加三台晚会 最厉害的不是他参加了33台晚会 而是他33台晚会每一场都表现得很棒 另外观众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各大晚会当中看到周深的身影 尽管知道他每一场的现唱都能如同天籁一般 但是这习以为常的背后 是周深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的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的结果 只依靠天赋 不知道努力是走不到今天的为止的 与此同时 能够每一场都呈现出完美的效果 除了歌手本人的稳定发挥之外 背后又凝结了多少工作人员的汗水 以及团队的心血 作为一个合格的声谜 我们不仅对周深的表现感到骄傲和自豪 同时也非常感谢背后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和共同努力 为我们呈现出那么好的舞台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除了即将到来的双十一晚会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上也少不了周深的身影 去年好歹是录博 周深如同学会了分身术一样 现身四台晚会 其中一场还有些感冒 不过也是完成了超高质量 今年不知道他又会参加几场呢 除了参加晚会之外 周深今年还参与了令人心动的offer3的节目录制 与毛不易 陶永医生等人一起 为医学生们助力 此外 户外音乐节目 音乐野生活和元宇周唱将 都拟邀周深加盟 不知道能不能邀请成功 毕竟现在周深的档期太忙了 明年的档期都定出去了 这样的工作强度和密度 谁不说一句周深是娱乐圈老模本模呢 周深最难得的一点还在于 他不仅唱功好 嗓音添籁 重要的是他没有任何偶像包袱 而且非常有同理心 感情十分细腻 这也就导致了他在各种搞笑节目中 不顾形象的做效果 各种好笑的梗平出 还能照顾其他人的感受 有人说周深是歌 人 梗 各伙各的 谁也不耽误谁 这样的宝藏男孩 又怎么能不招人喜欢呢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听到周深更多的歌 看到他一场又一场 精彩绝伦的表演 也希望他在工作之余 注意身体 是吧 阿明赶你跟我说话就好好说话 不要盯着我的头顶说话 发自内心的要呼吁 就大家能不能做衣服做小一码 哪怕你数量做少一点 也是有人买的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衣服穿 所以我已经穿遍了 各大品牌的各大女装 神秘布丁说 周深也是我们的小太阳 还是我们的小神仙呢 什么小神仙 总该有个名吧 她是月亮仙子啊 你听听 你看看 她唱过明月传说 月扮小夜曲 左手指月 月光爱人 当时的月亮等 关于月亮的歌 一经那么美 唱得又那么好听 入耳入心 听得多了 她就是我们的月亮仙子了 且看亭前花开花又落 多少爱恨纠葛 聚散与离合 掀开前程往事的因果 命运总跌宕曲折 用此生笔墨 写人间情字的经过 果然 不愧是月亮仙子天籁歌手 周深的歌声 真是太好听了 沿途太多是非颠簸 越蜿蜒 越是深刻 分分合合 虚幻得多向人生中匆忙过客 时间忽略所有执着 摇曳不定的烛火 燃烧过后 只剩下一轮明月 让心事斑驳 天籁歌手周深 倾情演唱古风电视剧 风起凝伤 主题曲明月传说 她的嗓音轻柔优美 歌声婉转悠扬 唱出一种空灵唯美的质感 让很多观众陶醉其中 大家对她的评价也是蛮高的 有才的生米布丁真多 生米布丁说 一念花开 半卷诗意 一念情深 半卷珠帘 一弯新月 一片冰心 三更夜雨 五根风 七夕繁星 硬苍穹 极许相去路无期 一切静在 不言中 是啊 极许相去路无期 一切静在不言中 说得多好啊 月亮仙子 天籁歌手 生米布丁与宝藏男孩周深 互勉互利 期待长长久久呢 上星又刷到了经典有流传 三 宝藏男孩周深演唱的 情势合物舞台现场 蕴含着灵性与温暖 简直就是直击内心深处 沉睡的温暖 看得出来 情势合物音乐一响起 周深就已经沉浸其中 他眯着眼睛 在舞台上 在音乐 在他的世界里 陶醉了 他真的是为音乐而生的一个人 只有自己沉浸其中 才能把听众带入其中 这也是他的每一首歌 都是精品的原因吧 他对音乐真的很用心 难怪生米们会这样说 周深的歌声 都是超级好听 越听越好听 周深的歌 听着听着会上瘾的 每天都要循环播放他的歌 听周深的歌 就是一种幸福 享受天籁之音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之所以好评如潮 这与周深对音乐的执着 以及背后付出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周深不但唱歌好听 而且他也是很充分的 深密布丁说 别人唱歌 像雨水滴落在湖面 激起的水滴 周深唱歌 像微风拂过湖面 掀起的层层涟漪 一浪拖着一浪 一波拖着一波 雨水可以停止 微风却不舍离去 听他的歌 会不愿意关闭三角形播放器 因为这歌声太美好了 让人不舍得关闭呀 还有深密布丁说 每次节目都能收到 这份来自深深的祝福 他真的好暖 又这么充分 真是可爱又有趣 无论天气有多么糟糕 只要看到深深的笑容 我的心里就是清朗 只要听到他的歌声 就特别开心 这样的月亮仙子 谁不喜欢 这样的天籁歌手 这样充分的优质偶像 谁不想与他长长久久 继思念成绩之后 又有深密布丁 向宝藏男孩表白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听着周深的歌 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 月亮仙子 天籁歌手周深 依然还是深密手心里的宝 深密布丁动情地说 即便是到遥远的那一天 我们以白发苍苍 周深的歌声 以及一路上收藏的点点滴滴的欢笑 都会通过助听器传入心怀 所以这些歌单 难忘的美好回忆 我都会妥善收藏 妥善保留 月亮仙子 天籁歌手 深密布丁 与宝藏男孩周深 互免互利 期待长长久久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